你好,我是Clement 如今国内各家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 都推行绑定手机的措施 这其实是一个安全加强功能 能有效阻断不法之徒恶意的行为 不过大民众更换手机时就要注意了 在旧手机绑定银行手机应用程式 就必须要先进行解绑程序 无可否认 国内各家银行手机应用程式 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服务 但也给用户带来了幸福的烦恼 这是因为一旦更换新手机时 银行手机应用程式都得搬家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民众更换手机前 应该要先在旧手机结绑手机应用程式 原因是如果用户直接在新手机上 绑定银行手机应用程式 可能会需要经历多个复杂的步骤 才能完成绑定 当中包括用户可能需要进行多次的身份验证程序 甚至可能需要拨打银行热线 要求解除旧手机的绑定 接着才能成功在新手机板定银行手机应用程式 用户在新手机板定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时 都会面对12小时内无法进行任何转账交易的情况 因此民众在更换手机时 建议不要同时间进行所有 银行手机应用程式的结版和板定 原因是 万一民众在新手机板定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时 面对问题 不至于处于完全没有银行手机应用程式 可以使用的种境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